高雄夢時代時敲又舉辦OPEN大氣球遊行 但沒有想到昨天晚間5點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風勢太大了 人氣明星OPEN獎的氣球就隨風飛去之後就下落不明 晚間9點就被發現說OPEN獎的身影是出現在大寮區 主辦單位就表示這是因為溫度的關係 所以氣球皮是自動的破掉 OPEN獎裡頭的這個氣體是純氦氣 所以呢飛得很快 但是呢現在又被發現說OPEN獎飛走之後呢 網友就貼出說OPEN獎妹妹也在遊行結束之後 也是消風破掉 好現在呢網友就說這兩兄妹真的是最悲慘的兄妹組耶 娛樂話題真的要恭喜她 來看這是這個歌手石家瑩 她在9月的時候透過新歌給的MV當中 分享懷了第二胎的喜訊 她開心表示說這是要獻給她即將出生小女兒的一封情書 要祝福她的女兒是健康平安的到來 時隔三個月她17號在社群媒體上投發文 她說已經順利生下了小女兒 而且她以為目表示說剛剛又生了一個孩子 圈內的許多好友像是Ella跟蘇惠倫 還有陳詩安許哲沛等人都紛紛留言來恭喜她 再看到這是59歲的馬來西亞歌手 吳啟倫她女兒吳永歡去年推出了首張個人單曲正式出道 有別於一般比較可能大家主流的審美觀 比較白皙皮膚的女星 吳永歡她的五官是比較立體的 而且膚色比較健康 但是呢居然被一些網友攻擊還有外貌也讓她直接透過影片來反擊 好在影片當中呢吳永歡她就曬出了許多酸民對她的評論 有人嘲諷她太黑不漂亮還以為她是男生 不過對此呢她自信回擊說不想做個膚淺的人 而直言說她覺得她自己很漂亮啊 也吐槽說這些酸民們真的是太沒禮貌了 好日前這個作家苦林她影射超像女作家吳淡如找人來代筆 吳淡如她不滿遭到波及回嗆 結果雙方呢這樣互嗆看似是回不去了 吳淡如她還說真的是看到什麼叫做假朋友真敵人 還問問說誰有真的朋友嗎 她說呢這樣的經驗是很感恩的哦 但沒有想到苦林她17號的時候在臉書上頭道歉 她說因為自己的造症發作了 所以言語上比較偏激造成吳淡如的傷害 她正種道歉 好再次看到的是冬天很多人都會吃烏魚子 不過今年的烏魚因為收成之前的天氣不冷 所以呢烏魚卵是結不太起來 這也讓台南雪甲這邊養殖烏魚的產量是減少了三成 去年八兩的烏魚子的價格是2500元 但是今年恐怕會飆到37元 價格也創下近年來的歷史性高 灑出漁網讓之業者打撈烏魚 冬天是烏魚子收成季節 但卻讓漁民笑不出來 剖開烏魚肚子取出烏魚子 但漁民狂搖頭 烏魚子重量太輕 甚至有些還過熟 產量驟減 漁民說都是天氣太溫暖 一開始入冬的天氣就一直很熱 所以說我們的漁卵結不起來 然後導致最後的那個產量一整個就下來 暖冬讓烏魚子產量變少 烏魚子產量和去年相比砍了三成 物以稀為貴 價格狂飆兩到三成 以八兩的烏魚子來說 去年價格約2500元 今年價格飆到3000塊 一口氣漲500元 漲幅兩成 八兩的話大概 以往我們可能賣大概2500左右 現在可能破3000了 吃的烏魚子價量1000到1050元 這個算是歷史性天價了 沒到過年年菜少不了烏魚子 但今年暖冬產量少 加上人工和飼料價格也漲價 烏魚子價格恐怕創下新高 過年想要品嘗烏魚子美味 民眾年菜預算 恐怕也得多準備一些 接著來管章 台南報導 來我們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